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我觉得多喝小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抑制想要吃东西的欲望吧 因为有时候当我们觉得肚子饿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你是缺水的状态 所以我常常会在很饿的时候我想要暴食的时候在餐前我先喝一大杯的水 大概是200cc到300cc可以帮助我减少暴食的机率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睡眠这一块其实在某种程度对于有运动训练习惯的人尤其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当我们的肌肉是常常处于被撕裂受伤的状态 完整跟充分的修复 有助于撕裂的肌纤维去合成 然后对我们下一次的训练也才会更有帮助 我曾经是一个没有很好入眠的人 如果我前一天的睡眠品质非常不好 又睡得不够多的话会非常的影响到我隔一天的工作或者是念书的状态 所以我现在即便我还是没有办法10点就睡觉 因为现在人就是喜欢睡前滑手机嘛 但是我会督促我自己大概12点以前就要睡觉 而且睡前啊就是我会阅读或是听一点清音乐点一个香氛蜡烛 就是很有进入一个睡眠的仪式感 那如果你有想要更进一步的侦测到自己到底是属于前层睡眠人还是深层睡眠人的话 我自己也会使用Garmin手表来追踪自己的睡眠品质 那第二个Tips是持续追踪自己的进度并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 在设定你的目标之前我觉得你要先好好问自己你为什么设定这个目标 然后你把这个目标视为是短期的还是可以实施长期的甚至是一辈子的事情 那如果你希望它是长时间可以陪伴你的话 那你就要心里预期说长时间的改善是需要长时间的改变 它并不是像一两周或者是你吃一些欧美流行的superfood就可以发生的神奇的效果 因为罗马并不是一天造成的 今天你累积的脂肪或者是你长期累积比较不好的生活习惯 其实是需要长时间的改善然后一直去想怎么去调整 配合自己的生活步调 你才有可能慢慢的摸索出属于你真正的lifestyle 所以这样每个人的目标是非常不一样的 无论你的目标是想要只是想要变得健康 或者是你有很明确的想要减脂瘦身或者是长肌肉的目标 你就要更清楚的知道说现阶段的自己是处于什么状态 我们的起点不需要是完美的 但是至少你需要先客观的评估自己现在大概是落在什么样的阶段 每长期佩戴着garmin智慧丸表竟然推出了体脂机 关于体脂啊常是我们不想面对 就连妹有时候也会觉得啊 干嘛要量自己的体脂呢 我觉得自己体态好看就好啦 那没错这的确是真的 但是啊我觉得有时候客观的知道自己的状况真的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自己的健康数据到底如何呢 是否真的亮了红灯呢 是否有一些警讯想要让我们知道呢 我觉得这时候就要仰赖一些科技化的一些 Technology 让我们更清楚的面对现实 首先以外观而言 garmin出产的科技产品从没让我失望过 简约时尚的外观 搭配玻璃镜面流线型设计 仿佛也成了家中的质感布置 站上garmin index S2体脂机后 显示体重 使用者名称 以及体重变化图 身体质量指数 BMI 体脂率 骨骼肌质量 及更多数据 让我们能轻松掌握自己的身体组成状态 全面化的掌握个人的健康数据 透过WiFi 不用手动记录就能自动更新 此外 使用index S2可获得最贴近身体真实状况的身体年龄 通常有运动习惯或高肌肉量者 代谢力也会比较好 身体年龄也会比实际年龄还要低喔 第三个 very very important 设定自己的目标不跟他人比较 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被很多同侪 或者是家人告诉我们 或者是这个社会价值观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 而影响我们现阶段对自我的判断 而且我觉得女生常常会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 比如说你现在的体脂是30% 但是你却梦想着自己一两个月后 可以降10%的体脂 所以我觉得当你客观的掌握自己的健康数据 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之后 你就要设立一个合适自己的目标 并且你要了解说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旅程 不要因为别人怎么样 别人达到了多少 然后就否定自己 因为其实在每一个阶段的你 你可能都是在你的小进程上面 你会有所突破 或者是有时候状态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也不要因此觉得自己就是不够好的 有时候我们并不是直线性的线性的成长 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颠簸 或者是你会发现我每个现阶段的目标都不一样 就像以前妹可能在最一开始的时候 只想要一味的减掉体脂 但是减掉体脂之后 我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体态 所以我开始追求肌肉量 那甚至到这个阶段 其实我更想要达到的是更健康的自己 所以我比较会关注的是 我的荷尔蒙是否还是正常的状态 所以我曾经很想要达标的低体脂 或者是很高的肌肉量 就不是我现在的首要目标 所以你要了解到包含每个人的目标都是不一样的 或者是你在人生中的不同阶段 可能你的目标也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如果你的体脂显示在高于30%的女生的话 我还是会蛮建议你以降低体脂肪为目标 为什么呢? 这时候不是说你的体态不好看 而是当你的体脂超过30%的话 你很有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慢性疾病的风险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了解到降低体脂 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是有一些益处的 那要怎么降体脂呢? 其实降体脂 就是要回扣到我们热量赤字 TDEE的观念 你吃进去的热量应该是要小于你消耗的热量 那这个比例怎么抓呢? 我觉得很简单的方式就是可以 你可以减掉300大卡 最多减掉500大卡 就是我设定的减脂期的一个热量的目标 不要因为觉得自己好像想要马上瘦下来 然后就订一个比较不太可能达成的热量的设定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扣到自己的生活的状态 生活的步调 你适合的 你舒适的方式是什么 才是你可以长期实施的 第四个帮助我养成健康生活的Tips 就是为自己备餐 因为还没开始运动之前 我对营养是毫无概念的 我通常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但在大二后我开始健身的旅程 我才发现我怎么运动那么久 我体脂完全没有下降 原来是因为我自己从来都没有注意 要调整自己的饮食内容 所以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体警讯 然后培养出想要让自己的健康 变得更好的Mindset 因此我在餐盘中会更多加的意识到 要有更高比例的蛋白质 所以我一天至少会吃到 将近100克的蛋白质 因为平常以台湾人的饮食习惯而言 真的是高油高淀粉 就是如果你没有多意识要吃蛋白质的话 基本上是吃不到你应该要吃到的量 在餐盘中我也会多意识吃进 更多元的天然的蔬果 因此在我的Mayfei Bowl的餐盘设计里面 都要是色彩繽纷的 因为更多的颜色通常也代表 更加的营养更多的抗氧化素 建议你在锻炼前的一小时左右 有吃进一顿营养均衡的餐点 其中可能含有健康的脂肪、蛋白质 还有不要经过太多加工的碳水化合物 作为训练时的能量来源 那当然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吃一份大餐的话 也可以在训练前补充一点水果、补充一点糖原 然后我会建议吃一些蛋白质 像是容易被身体所消化的鸡蛋、鸡肉 或者是乳精蛋白粉 都是不错的补充来源 那很多人可能犯的小错就是想要长肌肉 但却不敢吃碳水化合物 我会建议运动后是很好的补充碳水化合物的时机 所以就是训后餐 你的蛋白质跟碳水化合物的比例 可以抓1比1到1比2 那吃进碳水化合物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召唤胰岛素 那有了胰岛素呢 才可以帮助我们把更多的氨基酸送往肌肉组织里面 那对于肌肉修补还有合成作用 其实是会更加的有帮助 所以训练的前后啦 就是大家可以多补充 比如说像是一些燕麦啊、水果啊、地瓜、南瓜等等 都是不错的、优质的碳水化合物的来源 那第五个帮助我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tips 就是有热忱的投入在自己喜欢的运动 以自己的运动习惯而言 我会交叉进行肌力训练以及有氧运动 那有氧运动的话也就是需要足够的氧气 让身体提供能量的运动 例如跑步、滑步肌、飞轮 那它的好处是可以让肌肉更有效的运用脂肪 以及提升心肺和心脏的效率 肌力训练的话则是以增加肌力、增加肌肉量为目的 像是重量训练、徒手训练都属于肌力训练的范畴 好处是有助于抗老、刺激神经并减少骨质流失 以及改善我们的体态比例 那像妹常常分享的HIT和Tapata训练 是在短时间内能够有效消耗热量 并提升整体肌力的优点 它兼具有氧的好处 也就是它可以去提升心肺、加强心脏的功能 那它也兼具肌力训练的优点 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肌力 并加强我们整体的肌力表现 然而如果是以提升肌肉量为目的的人 就要把握住Progressive Overload 也就是渐进式负荷的原则 持续的增加你的训练强度 像是提升重量、提升组次数等等 尤其对于想要长肌肉的人 可能务必就要去结束重量数量 对于增长肌肉也会比较有效喔 那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 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自己喜欢什么 因为当你喜欢的时候 你才会有热忱的继续做下去 所以结尾就是 没有什么运动是所谓最佳的 你喜欢的 你能够持续以对的 对你来说就是最棒的喔 那最后一点呢 也是我这几年非常的有感 就是要多去适时的聆听 跟审视自己的内在需求 因为当我们很多人包含我 就是踏入运动的旅程之后 我们难免会非常关注自己外在的变化 或者是用数据来量化自己的结果 或者是用体态如何来衡量自己的成功与否 当然以上的这些可能对于有明确目标的人而言是非常重要 甚至也可以帮助你去提升自信 但我觉得最后的最后 还是要回扣到一切都是要以健康的自己作为出发 那如果运动到最后变得过犹不及 每天逼迫自己一定要运动 或者是强迫自己只能是很健康的事物 你可能会留意到自己反而变得不开心了 可能以短期的结果而言 你的确达到了你曾经设定的目标 但是以长期而言 这样的状态真的是健康的吗 所以事实的关切 聆听自己的内在需求 知道自己的努力 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 让自己的身心变得更健康 那么掉体重体脂体态变好 只会是你开始实施并爱上这些健康生活习惯的结果而已 才会把它视为是一辈子的事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你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